游浪的人在外想念你 放屁的人在哪 游浪的脚步要走向哪 想找一个家 冬天的风儿冲着脸瓜 陪笑的口哑 王晋自从被折宗皇帝贬为庶民之后 身上的盘缠早已用光 就连祖传的兵器也被他用来冲击了 无奈之下 只好靠延洁卖艺维持生计 幸亏王晋念的是棒法 虽说得心应手的祖传金箍棒 已经被自己吃了 但在大陆边找一根棒子也并非难事 这条大陆的两旁种着的一排排羊树 映入了他的眼帘 王晋大喜 三步并坐两步的走向其中一棵小树旁 伸手将其连根拔出 端在手中仔细观想 这棵树大约长有85.23厘米 用手轻颠了一下 由于这是刚拔出来 还含有大量的水分 现在感觉他得有15.1亿斤重 接着随手抓动一周 目测他的宽度 应在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 这一切不仅意味着 这棵树比王晋原有的兵器要重得多 更是间接的说明 这棵树的体积是派乘以中括号里的派乘以小括号里的派除以二小括号扩起来 然后再乘以二中括号扩起来 再乘以85.23 更直接的说明我数学很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以为体积是这么算的 那就错了 这是棍子体积的计算方法 不是棒子 原主体那才叫棍子 但凡是叫棒子的 等管您说的是玉米棒 荧光棒哪怕是高丽棒 只要它叫棒子 它都是一头大一头小的 王晋边掂量着杨树棒子 边琢磨着什么 仿佛此时此刻空气都凝固了 本来就没什么声音的周围变得格外清静 喂 你小子在干什么 身后传来的志本声 打破了沉静的格局 王晋这才如梦方形 回过头来 看到两名身穿捕快制服的人 站在他的对面 怪不得刚才这么安静呢 捕快上街了 谁还不回家躲着 瞧这两位身高六尺挂领 腰间分别别着一把明晃晃的刀 两人都是目露熏光 说你呢 没亲见识吗 你小子干什么呢 左边的这位手指着王晋扰了起来 王晋心想 昔日的王教头那是何等的一风 谁承想 今天正因为一个屁 就沦落到这般田地 就连一个小小的捕快 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可俗话说得好 好汉不吃眼前亏 跟他们对着干 绝对不会有我的好果子吃 想到这里 王晋对他们二人身居一工两位官爷 小的是东京人士 陆京贵宝地 阴声无分文 特想靠打 把事卖一赚点钱 填饱肚子 屋那手中没有家伙 这才拔下一棵树 当棒子实实 所以还请二位 哦 是这样啊 站在右边的那位 不快打断了王晋的话 接着对他说道 你小子 站到京营 破坏绿化 跟我们去衙门走一趟吧 别啊 官爷 王晋一听 要抓自己下的忙 跟他们解释 二位官爷 我本来是想卖艺的 但是我还没有卖 而且 而且什么 你没有卖 也得算你是站到京营未遂 左边的那位 不耐烦地喊了起来 王晋吓得擦了擦汗 小的刚才拿着数 是要打算把它做成一根杆面杖 要开一家面馆 欢迎二位免费品尝怎么样 右边的不快听后笑了笑 好啊 那请把你的营业执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 卫生资格证 还有健康证 都拿出来我看看 好小子 你这是吃定我了 非得带我去衙门是不是 那别怪我不客气了 想到这里 王晋指了这两名不快的身后 这些证书不是都在那放着的吗 这两人信以为真 回过头来啥也没看到 刚想把头转回来 好好教训教训王晋 就感觉两眼刺心的疼痛 刹那间 眼也不敢睁开了 疼得他们熬熬的叫 原来 王晋趁他们回头的时候 把手中的杨树 冲着他们挥动了起来 杨树的根部带着的泥土 一点也没浪费 全甩进了这二位的眼睛里 趁此机会 王晋早已落实大吉 可是 没跑多远的他 就因体力不知恶昏在路旁 等到王晋醒来时 发现自己是躺在床上 旁边一个年轻的小伙 正坐在床边看着他 王晋忙起身说道 多谢恩公相救 不知这是何处 你昏睡了三天三夜 好歹总算醒了 这里是史家庄 我是这里的少庄主 史诞子 王晋听后扑斥一笑 你叫什么名字 我小名史诞子 大名史柯郎 因为我是我爹的独生子 所以在家排行老大 因为我生姓号九 一闻到九位 耳朵就不好使 所以大家给我取了个绰号 九文龙史大郎 我觉得这个绰号不好听 就改成了九文龙 我叫王晋 原本是东京八十万进军的武术教头 因为得罪了皇上 被贬为庶民 现今流落于此 多谢少庄主收留 说吧 王晋向史柯郎施了一礼 不过 我说少庄主 你的名字已太难听了 人哪有叫史柯郎的 我叫王晋 你以后也别叫史柯郎了 就叫史静吧 好 我从今以后就叫史静了 你是东京八十万进军的武术教头 那么你肯定会武功了 你可不可以收我为徒 这当然可以 不过 你之前拜过师吗 如果有的话 我还要跟征求一下你师父的意见 我以前拜过一个师父 名叫李忠 此人年轻时 任大宋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局长 曾打倒过很多大老虎 过江湖人称打虎叫李忠 李师父临走之前特意跟我说过 他教的都是些基本功 以后如若遇到其他高人 让我一定要向他们拜师学艺 王晋听后点了点头 陈思片刻后问道 来劲儿 你把李师父教你的功夫都练一下我看看 好嘞 使劲跑到房屋中间的空旷处说道 李师父总共教了我四套功夫 分别叫除鹰起飞 出生的太阳 时代在召唤和舞动青春 那现在我就开始练了 预备起12345678 223456 伸展运动 等到使劲练完后 已是满头大汗 王晋冷笑一声 哇 没上过学 师父 你咋不知道 还有好多事 你不知道 还有什么事 比如 比如啥是广播体操 你这个傻笑 在那之后 王晋就留在了史家装教使劲办法 这一教就是半年 半年的时间使劲的功夫突飞猛进 王晋却因为半年前还在风干逗素 突然又在史家装锦衣玉时 常委难以适应出现了点毛病 看着使劲的功夫越来越好 自己已教不了他什么了 他决定去华山拜访法力无边的吹牛道人 希望找他制止 自己的肠胃治病 王晋却一已决 史静苦留不住 王晋在临走时 把自己祖传的密集扔木桩大法交给了史静 告诉他要勤学苦练 为百姓伸张正义 以后有机会可以到华山去找他 并且嘱咐他一定不要走正门 务必攀登悬崖 峭壁登上华山之巅 因为走正门很有可能遇到华山派的人 而他们的掌门人岳朗普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师徒二人撒泪分别 王晋离开了史家庄 史静在家苦练扔木桩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史家庄 很快就会灾难里头 本文概述 史静收留了流浪的人王晋 并拜师学艺 王晋因为肠胃不适 去华山找吹牛道人治疗 平书版水湖新传 江泽是两山坡中多浩瀚 一波云天皆尽兰 路不平一生后骑兵早返 恨宁臣杀尽贪贪 为了公平正义永存人间 宁为雨虽不为挖泉 传大宋旧苍生死而无憾 水湖新传何处看 网络上小说往来推荐 屏书大石山天方 水湖新传今日记轻 这些乡下来推荐 沐浪封城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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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豹已外戈舍团 外戈舍团天下船 创见仁虎豹已温曲下方 写外戈精彩无限 土豆流苦点击超过百万 尝尽世间不平时 为民生为争气无悔无怨 前约小说阅读王 非电视非报纸来传扬 为了舍团能壮大 外戈舍团招募才子 参加 前约小说阅读王 非电视非报纸来传扬 为了舍团能壮大 外戈舍团招募才子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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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